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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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剛剛張伯伯所提到的養老金 屬於第一層的社部制度 不過我們今集不準備問黎明 我們準備問他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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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以多點支撐 多重覆蓋的模式 就從雙層式的社會保障制度 社會援助 和社會福利三大層面 所構成的社會保障體系 事實上 本澳現在我們所推行的 雙層式的社會保障體系 其實已經是很接近 世界銀行所倡議的 五條支柱式 叫做老年經濟保險模式 因為我們除了社會援助 我們還有雙層式的社會保障制度 如果再加上個人的儲蓄 和家人的支援 其實這五條支柱 就是互相補足 相互相食 來保障居民的養老保障 過去十年間 特區政府都自足來完善居民的養老生活保障 推行了多次的衛民措施 首先我們多次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吸附 適時進行調升 特別在2013年 將養老金的金額 由2000元大幅增加到3000元 其他各項的吸附和津貼 都按照相應的百分比來提升 現時養老金的金額 已經去到3630元 比對於2009年 升幅超過了1.1倍 之後我們都完成了 對殘疾人士的社會保障 我們將過往的臨時性殘疾寶座 已經轉變成為一個長效的形式 過去這10年期間 對第一層的社會保障制度 進行了重大的改革 以及完成了構建第二層的 非強制性中央公職金制度 第一層的社會保障制度 在2011年的時候 已經有任意性供款制度 任意性供款制度 主要將社會保障的覆蓋層面 已經擴展到全澳的居民 如果退休之後 想有更加寬鬆的一個退休生活 就要靠第二層的 非強制性中央公職金制度 這個制度已經在2018年 正式來實施了 為居民提供進一步的養老保障 到了2018年的年底 社會保障基金的總資產 已經是趨近800億 所以我們的財政是相當穩健的 正所謂少壯不努力 老大後連淘寶都沒有力 所以年輕公社保 養老沒有煩老 只要我們年輕力壯的一輩 努力工作積穀房機 再加上GOV構建的雙層式社保 那麼我們的養老生活 就可以得到保障了 我們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下一集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